大家好,这集视频关于在Instagram上 怎么知道别人stock你 我们都非常好奇 想知道谁会经常查看自己的IG账号 但不幸的是 Instagram没有提供直接的功能 来显示谁在偷看你的个人资料 因为Instagram非常注重用户隐私 所以不提供此类的功能 然而有些Instagram事项 我们可以尝试留意 并从中找到有可能是密切关注自己账号的人 在Instagram里唯一能看到谁 浏览你所刊登的帖子就唯有快拍了 就是说 如果你使用快拍 就能看到谁浏览你所刊登的快拍了 只需在Instagram里 点击下方中间的加号键 在下方这里选择快拍 然后拍摄照片 或点击这里获取已拍摄好的照片 点击下一步 点击分享 点击完成 这样就成功刊登一个快拍帖子了 现在点击右下方的个人图像 在这里点击新建 选择刚刚创建的快拍 然后点击继续 点击添加 选择以后再说 现在点击一下这个快拍精选 然后按着屏幕往上滑 就会打开这个页面了 这里就会显示所有浏览这个快拍帖子的用户了 这样就可以通过快拍帖子的方法 来找到偷看你IG的人了 但是这些浏览者名单 会在48小时后消失 就比如说 我打开一个旧的快拍帖子 你会看到 下方这里显示 48小时后 将无法查看浏览者名单和浏览量 所以大家记得 发了快拍后 要在48小时前 查看浏览记录了 接下来就是互动情况 点击右下方的个人图像 点击粉丝这里 这里会显示 等待你回粉的账户 这些账户 都是想与你互动的人 所以 他们也很有可能 是经常查看你账号的人 还有这个 互动的最少的账户 这里头是你在过去90天内 互动过的账户名单 你可以通过查看 谁喜欢和评论你的帖子 来衡量兴趣程度 定期互动 可能表明某人 在密切关注你的内容 还有就是私信交流 如果有人经常给你发信息 这可能表示 他们对你的内容很感兴趣 最后就是通过第三方应用 要谨慎使用声称 可以显示 谁在偷看你个人资料的 第三方应用或网站 他们可能会危急 你的账户安全 并违反Instagram的服务条款 OK 方法就是这么简单 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到你 有疑问可在下方留言 喜欢这类型视频 记得订阅给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灯